基隆外木山海浪不斷拍打上岸 海巡人仍守在岸边驱离观浪的民众 因为12号是梅花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日子 但是台湾这边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主要的降雨在北部跟东北部 迎风面降雨就相当的明显 梅花台风缓慢北上 气象局预测最大的问题再带来大量雨势 新北市山区已经发布大雨特报 而新竹县 桃园市 宜兰县 以及台中等地区也发布豪雨特报 另外淡水河未上涨 11日北市和新北市接续关闭合体水门 车辆只进不出 但究竟有没有可能发布陆上警报 目前预测路径缓慢北上 到了14日就会加速往北转往北北西 暴风圈接触台湾的几率比较低 大概中心距离台湾还有200多公里左右 所以它等于是暴风半径 大概最近我们都东北角 至少还有50到100公里 所以这个台风要发布 陆上台风警报的机会不高 不过接续还有两个台风 其中是位在日本东南方沿海 第13号台风墨薄已经在上午行程 但目前看来并不影响台湾 另外梅花台风和热带性低压之间 还有另一个热带扰动中 气象局观察会有台风深沉的趋势 梅花台风暴风圈还未远离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 恐怕还是会出现强降与强震风 民众外出还是得多加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 他是澎湖浮澎喜来跟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